记者徐盛伦新北报道,65岁领队陈东孟月珠带领四人登山队攀爬宜兰阿玉山,顺礼登顶,中午由陈南押队下山,未料陈南却没跟住下山,宜兰县,新北市消防局接连数日搜索军卫过,而19日新北市乌来驱失坑桥下溪流内民众发现浮尸, 消防人员赶底一看,发现身上特征军符合陈南,果然是陈南本人,陈南有人或计在脸书上留下R.I.P.回家了以示哀悼,本月六日陈南一行人共三男二女自宜兰县原山乡阿玉山登山口住山,自上午八时三十分至十时三十分,耗时二小时顺利登顶,在一行人用完午餐后, 于下午一时三十分准备下山,陈南身为领队向团员表示自己留下收拾装备店后,随后跟上,未料其余团员返底登山口等待一小时 却不见陈南身影,手机也未接,遂求住119宜兰县消防局当日搜寻未果,隔日,7日,请求新北市消防局支援,后又有民间救难团体加入协巡,但二周下来均无消息,而19日有登山民众在无来驱失坑桥下发现浮尸, 20日上午则确认就是陈南的遗体,消防人员表示,19日上午有一团12人置屋来往宜兰方向宿溪, 当日下午一时许就在湿坑桥下发现浮尸,发现民众先行拍照存证,同时向新电警分局校议派出所报案, 警方同时通报消防协助,照片中服饰身着荧光绿上衣以及登山用行礼,特征与陈南相扶, 消防派员19日晚间前往,扎营一夜于20日赶底,确认就是陈南本人, 消防人员已无限定通报,使用直升机将陈南遗体吊挂至屋来体育场, 后续交由警方进行相验,将带相验结果出炉在进而离清晨南遗难原因。